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他身高6尺5寸195公分 是一名左手将 虽然现在只有二轮的选秀行情 但可能是本届天赋最好的球员之一 在高中时,他还曾一度登顶全美 没错,他就是本期球员故事的主角 贝利小伙阿玛·贝利 阿玛·贝利2004年2月出生于芝加哥 他的父亲年轻时曾在橄榄球大联盟效力 球场上的位置是外接手 而贝利的母亲也绝对身体天赋出众 身高178公分 高中时曾被篮球校队出展 现在则是一名模特、网红、真人秀演员 和市场营销公司老板 在贝利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分开了 贝利小伙几乎是由他的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的 虽然他的父亲曾是职业橄榄球运动员 但贝利最爱的体育运动却是篮球 从小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詹姆斯 虽然来自于运动世家 但阿玛·贝利的篮球之路 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的顺随 在贝利四年级时 还曾被校队开除过 让他开始在场下发奋的训练 甚至有过一天五练的情况 到了贝利十二岁时 他已经开始被称作 全美技巧最好的七年级时 贝利的教练曾对媒体这样表示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努力的球员 这并不稀奇 但贝利不仅是努力 他还带着一股怒气在打球 让他非常的与众不同 在贝利的篮球之路上 他的母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贝利曾表示 他的母亲和他一样 也是一名左手将 常常会给贝利提出一些 调整投篮动作的意见 这让贝利受益匪浅 同时还会和贝利一起去 训练房里撸铁 而贝利老妈做出的 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也许这是在贝利上高中前 搬家到了位于加州的洛杉矶 不仅让贝利有机会加入 名校萨拉峡谷 和一种顶级的四五星高中生 成为队友 他也可以在落成 扩展自己的交友圈和网红视野 在萨拉峡谷的高一赛季 贝利已经进入了校队一队 但还不足以承担重任 做的工作更多的是锦上添花 这个赛季他为球队出战34场比赛 场均得到5.1分 3.1篮板 3.1助攻的数据 跟随球队拿到了周锦标赛冠军 而到了贝利的高二赛季 他则成长为球队的三当家 场均数据提升至10.8分 4.2篮板 4助攻 靠着出色的人球结合能力 劲爆的身体素质 贝利在几大体育媒体上 都被挂上了五星的评级 而他也从球队的两位核心球员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RM贝利后来说 BJ Boston当时一直在鼓励我 让我在球场上尽可能地发挥 去展现出天赋 到了贝利小伙的高三赛季 他正式成为球队老大 在加州最强赛区 场均可以轰下29.2分 9.1篮板 6.5助攻 在出战的18场比赛中 三场拿到三双 帮助球队取得16胜两副战戒 赛季后 贝利成功当选加州篮球先生 此时RM贝利被认为是 同届中顶级的双能位 在一一篇上排名同届第三 甚至在同届的全美第一和第二跳级之后 一度坐上了全美第一的宝座 专家们认为贝利小伙拥有 无与伦比的突破冲框能力 在球场上进攻端才华横溢 天赋异禀 两年后必然是选秀热门 但在二白贝利的高四赛季开打前 他却遭遇顽固绞伤 这个伤病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让他非常的困扰 尤其是高四这一年 他只打了15场比赛 场均数据为18.5分 在贝利高中毕业时 虽然还能在ESPN排名同届第五 但也有媒体将他从五星降到了四星 仅仅排在同届第三十位 而到了贝利在优赛A的大一赛季 他仍然在前半季饱受伤病困扰 没能很快进入状态 而他的选球行情也呈直线下滑的趋势 但随着赛季的深入 贝利逐渐摆脱了伤病 并在球场上越打越有感觉 越打越好 甚至在今年3月10号 对阵克罗拉多大学的比赛中 打出了巅峰表现 全场12投8中 3分球3投2中 罚球9罚8中 砍下26分 3篮板3助攻 用行动告诉人们 他不是被吹出来的 而球队教练有对贝利赞赏有加 认为他的突破 攻框 出球和防守能力 为球队提供了重要支持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需要在控制事务方面多多努力 一个赛季下来 MR贝利场均可以砍下11.2分 3.8篮板 2.2助攻 1.1抢断 投篮命中率近5成 3分球命中率达38.9% 帮助球队拿到太平洋小二校联盟 常规赛冠军 并杀入了疯狂三月 甜蜜16强 而在球队16进八 被Gonzaga淘汰的比赛中 贝利一小伙也有上加发挥 他一人独得19分5篮板 差点帮助球队晋级 而贝利在比赛中 关键时刻敢于出手 防守端竭尽尽全力的比赛气质 则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赛季后 贝利毫不犹豫地宣布 他将会投入今年的NB选秀 而其母亲也表态 贝利这次不是试水 而是选定了 现在在大部分选秀预测网站上 这位身高6尺5寸 195分的双能位的选秀行情 都是二轮出道第一轮末 虽然专家们承认 M1贝利拥有很强的动态天赋 和出色的突破得分能力 同时工作态度极佳 但考虑到他的伤病时 不得不心有余悸 同时认为贝利的远头稳定性 仍然需要继续提高 就在前两天 M1贝利收到了 本届联合视讯的邀约 他如果能在视讯中表现出色 以他的天赋 就很有可能成为 本届中的一匹选秀黑马 最后知道你们等了很久了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性感网红老妈 嫉妒吸引眼球 兄弟们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